晚上九点 无论你身在哪里 来场与文学的空中邂逅 扬兆谈书 邀您一同遨游文学世界 认识古今中外的经典之作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杨赵台书 本节目为台北广电台FM93.1 每个星期二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 我是杨赵 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书是 刚刚出版的余音室回忆录 先要说一下 我自己跟余音室先生的一段 应该说是交错的经历 在1987年的时候 我大学毕业 然后当完兵 准备要到想要到美国去留学 我学的就是历史 我是台大历史毕业 那后也当时也选择要以 研究历史作为我的专业 原来在申请大学的时候 申请美国大学的时候 其实我心目当中我的第一志愿 我希望的就是能够去跟余音室先生学思想史 不过那个时候刚好那一年呢 余音室先生离开了耶鲁大学 他那一年受聘到普林斯顿大学 在美国的这些知名的大学里面 基本上等于是讲座教授当中 最高的一个等级 称之为叫做University Professor 普林斯顿呢 以University Professor呢 把云石先生从耶鲁大学挖角挖过去 所以我申请学校的时候 刚刚好就是余先要离开耶鲁 然后去到普林斯顿 我的当时的一位老师 现在在中研院担任副院长的黄金星老师 他对于余先 他是余先人的学生 然后对余先人的动态非常的熟悉 所以他很明确的就劝告我说 你当然可以申请耶鲁 但耶鲁没有余音室了 可是呢 你最好就不需要花那个报名费 去申请普林斯顿大学 他的理由也很简单 因为那一年跟我同时 要申请美国大学呢 到美国去念思想史的 还有一位我的学长 这位学长呢 也担任过中研院的副院长 那就是我也在节目当中 介绍过他的书 那是王范生先生 当时范生念完了研究所 要到美国去深究 这个时候他要念的是博士班 相较底下 黄金星黄老师 他的清楚的了解 因为王范生他到美国去 几乎是唯一的理由 就是要去追随 云士先生学历史 而且在那样的一个环境底下 太清楚了 我的学历 也就是这个学问上面的能力 跟学问上的资历 跟范生是完全不能比的 所以很明显 范生要申请普林斯顿 余健一定会收他 而且呢 一定就会收这么一个学生 所以我去申请普林斯顿 不会有任何的机会 也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形底下 然后呢 我就放弃了普林斯顿 然后也才在这样的一个情形底下 跟余健师资交配 后来呢 我就去了哈佛大学追随着杜卫明先生 然后走了完全不太一样的一条学术的路线 不过我仍然必须说 虽然没有亲自余健 我还是把余健当作是我的老师 因为在思想史的研究的理路上面 什么叫做思想史 以及为什么会对思想史产生这么高度的兴趣 那至于后来一路上面 把所有的一切追究于人的思想 用人的思想的根本来理解人跟社会 以及所有一切的现象 这一整套到今天为止 仍然笼罩着我 影响我 甚至是决定我 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看这个世界的眼光 其实在相当一大部分上 是来自于我对于当年年轻的时候 阅读余英石先生的书 所建立下来的一些基本的价值跟基本的观念 所以从这种角度 从这样的一个过去的资历 我来读余健余英石先生的回忆录 会有很多不太一样的感触 比如说我会感觉到很清楚的 云石的回忆录并不是我们一般想象当中的回忆录 因为他在回忆录里面 他写了很多 是他自己思想的来历 比如说我从他的回忆录里面就可以再往上追索 因为云石交代了 他影响我的这种思想史的领域跟范围 还有眼光是从哪里来的 他提到了他当年在哈佛大学的时候 他遇到的一位教授 当然这位教授等到我去哈佛的时候 他已经早就退休了 不过我在大学时候也读过他的书 也读过了云石回忆录里面提到 他的这个Idean Man这本重要的书 这个大教授叫做Kran Brinton 所以云石他在回忆录里面就讲到 他因为读Kran Brinton的书 然后因为上Kran Brinton的课 所以特别被Brington 他的一个重要的概念给感动给冲击 就是讲到人的思想分成上下 两种不同的层次 一种层次那是哲学的 或者是有意识的 或者是有系统的一种思想思考 那是属于专业的人士 或者是属于知识分子的 但是思想不只有这种叫做高等的思想 或者是完整有系统的思想 一般的人在他自己的日常生活里面 也必然要有思想 我们每个人脑袋后面 一定要有一些基本的原理原则 才能够规范决定我们 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行为 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选择我们的人生 所以每一个人另外有一个层次 是在生活层次或常识层次的思想 而这两个层次的思想 他们彼此之间会有非常复杂 而且非常有趣的互动 所以就是归于人的思想的研究 才从一般过去的传统史学里面的 其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支 那是哲学史才扩中变成了广义的思想史 因此思想史其中的一个关键的 应该要做的事情 就是去联络或者去解释 这个上面的这一层有系统的思想 跟底下的常识日常思想 在同一个社会或在同一个时代当中 他们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互动关系 也从这个角度我可以看到 云石回忆录基本上是背后仍然有 云石它的思想史的背景 以及它思想史的路数 换句话说读云石回忆录 我们可以感觉到 可以用这个角度来看 这基本上是云石用思想史的研究方法 来交代来呈现自己 所以它的回忆录大部分都在讲 叫做云石的这个人 他的思想是如何形成的 一一的把他的思想形成的过程 一步一步的交代出来 换句话说 这等于是对于云石一部思想史的解释 当然这部云石回忆录 如果严格来说的话 对于出版上面云城出版公司 有一点点小小的维持 因为会造成读者的混淆 因为他应该称之为叫云石回忆录的第一部 云石回忆录这本到书结束的时候 云石才写到 他刚到了哈佛 在哈佛进了博士班 甚至还没有拿到博士学位 当然这段过程 对于他的思想的行程 已经非常的重要 而且非常的清楚 非常的明白 不过很显然 如果是以回忆录 对于一生的回忆 那么云石先生 他出生于1930年 到今天他88岁 这88岁的生命当中有太多的事情 应该要被写进到回忆录里面 没有道理 在他的回忆录只写到1960年 也就是不过他到目前为止 几乎只有三分之一的生命 30岁的时候左右 如果我们从思想史的这个角度来看 云石的话 我想对于于先稍微有点认识 跟理解的人 留下最深刻的印象 包括当时在香港的雨伞革命 的过程当中 于先曾经非常受到重视的一些发言 大家可能清楚的了解 或者是有印象的是 他非常坚持的反共的立场 这种反共的立场到今天在所有的 不管是他这一辈或者是他后辈的 在刘美的这些学人当中 实在太特别 或者是说太固执了 于先他是在1950年 也就是他20岁的那年 他当时回忆录里面写得很清楚 他当时本来是在做燕京大学的插班生 在念燕京大学二年级 因为特别的家庭的机缘 他离开了大陆 离开了大陆之后 他就再也不回去了 他这么长久 从1950年到现在60几年 将近70年的时间 他只回去过一次 然后现在已经88岁了 他就终于在他的回忆录里面 清清楚楚的让我们知道 他反共立场的来源 他的反共立场跟他离开香港 当时的一个感触是有密切关系的 在回忆录里面就写了这样一段的过程 这段过程讲说 当时因为父母跟他的弟弟已经先去到了香港 他要到香港探亲 不过他本来只是作为一个燕京大学的学生 到香港盼望父母跟弟弟 一心一意的只是要在寒假一个多月的期间 和父母重聚一次 然后结束了之后 他就要回燕京读书 完全没有长期要离开香港的念头 所以在回忆录里面 他说 我还清楚的记得 我是1949年最后一晚 坐在深圳地上 和许多人一起等待第二天 1950年元旦 过罗虎桥进入香港 当时我确实充满着重建父母的兴奋 却并无重获自由的期待 然而就在过罗虎桥的内刹那 一个极为奇异的经验 发生在我的身上 我突然觉得头上一松 整个人好像处于一种逍遥自在的状态之中 这一精神的变异极为短促 恐怕还不到一秒钟 但我的感受之深切 这为平生之罪 以后再也没有过类似的经验了 非常的喜剧性 而且呢 因此这么多年之后 对88岁的余先生来说 他仍然清楚的记得 然后他继续解释 我为什么会发生这一精神异动 当时并没有去追求答案 多年以后 经过一再的自我分析 我才得到了一个比较 近于情理的解释 1949、1950年期间 我在显意识的层面 是接受了中共政治纲领的 因此并未感到 在大陆曾受到压迫 1950年2月26日 顾洁刚的朋友汪淑蒂 将去香港 前来辞行和常谈 当晚顾洁刚为此失眠 在顾洁刚的日记里面 留下了这么短短的一句话 就是趋吉赴香港 就指的就是 他的朋友 汪淑蒂 要去香港 吸取自由空气 这大概是当时 许多人的普遍感觉 但我完全没有 以香港象征自由的意识 所以我的精神变异 只是潜意识当中的事 所以原来没有这样的期待 也没有这样的准备 但是去到了香港 在那一刹那当中 云时感觉到 这中间的巨大的差别 香港是一个自由的地方 虽然这样子 他并没有立刻就决定 要留在香港 在留在香港 中间还要再经过 另外一次戏剧性的变化 这戏剧性的变化是什么呢 也是写在云时回忆录上面 休息一会儿 回来告诉大家 икirstčččč 走出 走出 我不走出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CM93.1 AM1134 让你的心情嗨起来 大家好 我是阿亮 Pdar 取悬 我有听到 再见的 笑意 快乐的日子 感谢您继续收听杨早坦 15本节目于台北广播电台FM93.1 每个星期二到星期五晚上九点 为他播出到九点半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 云泽恩出版公司 刚刚出版的云石回忆录 云石先生88岁的时候 回顾他的一生 写了这一本他回忆录当中的第一册 因为这本回忆录 写完的时候呢 只有在1960年他30岁左右 他把他从出生到30岁 这一段过程当中 影响他的思想的许多的著作 跟许多的事情 写在这本书里面 对他来讲 很重要的一个关键人生的大事 是1950年 原来在燕京大学念书 他却离开了北京 然后呢 去到了香港 从此之后 他就再也没有回到中国大陆去 在那个过程当中 他就解释了 本来他是要到香港去探亲 去探望父母跟弟弟 本来只想要留一个多月 但是到了那里之后呢 爸爸努力的 因为想办法 有很多其他的事情 需要他处理 把他留在香港半年 可是呢 半年结束了之后 他仍然心里面 是要回到中国去的 在回路里面 他非常清楚的这样说 在理智层次 我始终不能接受 香港这个殖民地 可以成为我长期居留之地 我当时一心一意以为 只有中国本土 才是我安身立命的所在 而学术研究 则是我最向往的人生道路 总之 我的生命只能和中国本土 打成一片 是我早年无可动摇的 一大信念 这真的是血泪写下来的话 因为我们看到 之后 从1950年离开了之后 他本来生命当中认定的 一定只能够跟中国本土 打成一片 他却将近70年的时间 没有在中国大陆生存 他离开中国大陆 而且再也不能回去 后来再也不愿意回去 可是回到1950年的时候 这个时候的云石 他的信念 生命是只能够跟中国本土 打成一片 在此信念驱使之下 我终于横下心肠 独自坐上去广州的火车 他要回广州 然后再从广州 回到北京去 然而一个完全意想不到的事件发生了 我的香港火车 本来和广州北上的火车是连接的 一到广州立刻换车开行 不料火车入境不久 竟在一个叫做石龙的小站 发生了故障 必须停下来修理 而且一修 就是四五个小时 和我的北上火车脱节 只有改成第二天的火车了 因此心中甚为不快 但就在石龙这几小时当中 我的思想突然起了一个极大的变动 使我根本怀疑 回北京的决定是错误的 首先 我觉得太自私了 只为个人的兴趣着想 完全没有考虑到父亲的处境 他年事已高 在香港不太可能找到适当的工作 因此往往在不知不觉中 流露出对于未来生活的忧虑 我离港前却有感受 但为其深思 这时在石龙火车站 回忆以往半年 与父母相处的情况 不禁溃回万端 泪汉病下 我才领悟到 如果我流港不走 必要使过可乘 家中的一个助力 父母一定会安心不少 其次 我一意要回中国本土 为自己国家尽力 也是过种外在的行事 而没有触及具体内容 最后留为一种抽象之谈 我的父母即是中国的一部分 正迫切需要我的照料 我若舍此不管 还谈什么 为中国尽心尽力 于先生在这边写的这一段 经历其实非常的重要 因为如果我们对照 他晚年对于中国文化的 看法跟说法的话 里面有一个非常清楚的连结 也就是多次被问到 你在海外做中国历史 跟中国文化的研究 你为什么不回中国去 你为什么连中国大陆 你都不回去 于先生他向来有一个说法 他的说法有一种豪气 他的意思是 如果是直接 我们经常看到标题时的 他的说法是 我在哪里 中国文化就在哪里 这是实质的 这是具体的中国文化 或中国历史 不过我们从这一段回录 我们大概可以有一个 更细腻的了解 意味着对他来说 这个中国的认同 不应该是流于形式 而应该有具体的内容 具体的内容说 那你跟这个中国文化 或者是中国历史 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对他来说 后来虽然他一路一直在美国 可是他反而觉得 用这种方式 他真正在为中国尽心尽力 如果回到了中国大陆 在他不能认同的 中共的统治底下 他就不可能做这样的 中国文化跟中国历史的研究 所以形式上 好像是变成了 自己国家的一部分 但是在具体内容上面 那是一个抽象之谈 具体内容上面 反而这是背弃了中国 跟他心鸣不忠 所认定的中国最重要的事情 然后接下来 他讲了这一段 他的决断 他说我在石龙 几小时内的反思 所设甚广 总之 我翻来覆去的检讨 最后得到了一个明确的结论 我回北京 有百飞而无一事 在火车会修好之前 我也毅然决然 做了一个完全相反的新决定 到广州之后 我不但不北归 而且我要重回香港 说起来叫人很难相信 我在做了这个新的决定之后 几个月来 一直深深困扰我的天人交战 突然消失不见了 心中只有一片平静和合唱 有一个负面的念头 确诚出现 我已经入团 我们后面会讲 什么叫做他入团 对于新民族主义 在中国的实现应有所承担 这在香港是办不到的 但我很快就找到了一种 自洁之道 新民族主义团 团圆不计其数 而且正在增加 少我一个似乎无足尽忠 我的新决定 在我自己而言来说 是情理尖道 不过 用当时中共的语言来表达 却是不折不扣的 小资产阶级的温情主义 但云时真的就不在意 中共会有什么样的语言 形容他的决定吧 因为我们也讲到了 到今天88岁 他一路最清楚的路数 就是他反共 那他为什么反共 而且如此坚持的反共 我们今天也可以在 他的回忆录里面 找到了非常明确的答案 这明确的答案 跟他少年时期在抗战 从1937年到1945年 这个时候 他是在他的家乡 安徽浅山 一个非常偏僻的地方 所过的日子 在这八年抗战过程当中 他甚至不在父亲的身边 母亲是因为生弟弟的时候 就因为难产而去世了 爸爸也不在身边 他回到了安徽浅山 是在非常乡下的这个地方 由他的伯父 跟他的伯母养大的 这关经验 从回路一看 他非常的关键 一个关键就是 所以他对于中国 乡野对中国的农村 有着那样的一种 幼时第一手的记忆 跟第一手的体验 所以他对于叫什么 叫做中国社会 或者是中国的文化 降到生活跟尝试的层次 他跟大部分的他这一代 或者是比他再晚一点的 中国的知识分子不一样 他们都是从书本上 从抽象的概念 去了解中国社会的 他不是 他有这种非常非常底层的 中国农村的经验 在他的小的时候 第二件事情 另外关键的是 他所经历的 他所先知道的中国共产党 也不是从理念的层次 而是来自于 他在回路里面 这样说的 那就是 是来自于在浅山地区 活跃的一支武装力量 这支武装力量 在1938年 被收编成为 新式军的第四支队 所以他是先知道了 这新式军的第四支队 究竟长什么样子 他们做什么样事情 然后知道了 这叫做共产党 知道了共产党是信仰 共产主义的 从此之后 他就不可能用这种 带有理想主义的眼光 来看待共产党 跟共产主义 所以回忆录里面 也用相当大的篇幅 来告诉我们 浅山关庄附近 这支 青四支队的 第四支队 这是什么样 这是一支武装力量 一绑票杀人组成 他自己所拽的 浅山关庄 还有附近 就有很多的受害人 然后呢 为什么这第四支队 这样凶恶 因为云石是一个史学家 所以他要追索一下 他的历史的背景 而且呢 是有证据的 来自于 这个非常明确的史料 所以这支 在当年 在他的家乡 凶恶的 这支武装力量 最早是有一个 叫做高静廷的人 组织起来 高静廷呢 甚至不是安徽人 他是河南光山县 一个小康家的子弟 自有不肯好好读书 先是在乡间 结交了一些痞子 为非作胆 到了二十多岁 胆子越来越大 就干起了 杀人越火的勾当 最后呢 在自己的河南光山 不能够立足 就带着一群 农村边缘分子 窜入大别山区 落草为寇 山区的百姓春朴 又很怕事 所以这个高静廷呢 和他的手下 对这些可怜的乡民 予取予求 同时呢 他们又大批抢夺枪支 扩大途中 到一九三零年代中期 已经拥有千人左右 支撑第七十五师 再过三十年 人数积增到数千 则扩大为第二十八军 这支武装力量 是打着红军旗号展开活动的 但他和红军之间 究竟是否存在着某种组织关系 外人无从窒息 抗日战争发生 国共再次合作 共方正式成立新市军 终于将高静廷的武装力量 收编为帝子支队 高本人也被任命为支队司令员 换句话说 这是云石他小时候 第一手的共产党经验 第一手共产党经验 他看到他经历的 历历如晦的那就是怎么样从土匪 变成了新市军 土匪就是土匪 土匪在他的家乡里面 留下了这么多残暴的事实 这个土匪变成了新市军 不可能改变他土匪的本性 只会让曾经被高静廷跟他的力量 伤害过的这群人 再也不相信什么叫做共产主义 或者是共产党的理想 这是云石反共非常非常早的他的思想的根源 他也在回忆录里面用这种方式 让我们能够体会 让我们能够了解 这是如果大家对于云石 他的一生 以至于他在许许多多事件上面的重要的决定 有所好奇的话 大家可以在云石回忆录里面找到答案 除此之外 作为一个一代学人 云石回忆录 也借由他的思想史的深厚的方法 把他自己的生命 跟他所经历的时代 紧密的写在一起 非常精彩的一本书 介绍给大家 推荐给大家 感谢您的收听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再会